我想问问男生现在觉得压力大吗 有一些压力 心情不好我也不想跟他抱怨 然后就不想跟他那么多的发消息 把这种负能量传递给他 所以就很少发 那你这种负能量的出口怎么出呢 那我就去锻炼 我把它问的直接一些 你觉得说在妻子孕妻这一段 到底是你自己表现的不好 确实是跟一些异性交往过密 还是说因为妻子在这个孕期 你会觉得他的情绪不是特别稳定 有波动是哪一种 我觉得在孕期他的情绪不太稳定 你现在回家的贫次是什么贫次 我现在半个月回去一次 然后回去两天 为什么不每周都回呢 因为可能有工作的事 天津两地这么近嘛 这个不是个问题吧 因为可能有工作的事要满一点 所以就回去的少 半个月回家一次 那平常的沟通和联系靠什么呢 就是有时候发视频 视频聊天 行为也没有太多重要的事 就是可能每天就说个早安晚安 然后就一些情绪的表达吧 基本上等于现在这么听下来 情感的纽带会变得比较松 可能女朋友会觉得太少了 是吧 对 你孕期期间 她回家的那两天怎么样 她就翻我手机 回来就翻翻我手机 还行呀 就是也会稍微的做一些家务 但就是看手机什么的 就能发现问题 就还是不放心嘛 她对你照顾呢 回来这两天 因为回家之后 就主要都是我妈在做饭 因为我妈做得比较顺口 她就是吃完扫一下地而已 今天来希望她把她能承诺的事情都做到 除了她承诺过的这些小事 比如说我不跟女同事建立这个微信之间的关系 这都叫小约定嘛 有没有什么大约定啊 我们说的是要回天津发展 但是我也没有看到她回来的动作呢 都一直说要回来 因为我打算的是等到一月份的时候 12月辞职 就是领完年终奖 然后一月份的时候回来天津找个工作 这个时候两个人就在一块 这些小问题就都没有了 但是我也没有看到她在找呀 我也看不到她的行动 因为我没有跟你说 但是我提前也都有找 这为什么不说呢 就是我感觉这些小事不应该说 这些事小吗 这关系到这个家庭啊 那家里有什么大事啊 照你这么说 这个你们俩可以不用说话了 因为都是小事 情绪不能说 因为是负能量 你压力大 对吧 工作不用说 因为是小事 你在筹备 那还能说啥呀 就是平时在一块 说学习 他现在跟不上你的思想了 对吧 那能说啥 平常不在一块啊 你相当于现在一个月回家四天 就这四天也没话说 那还 这四天回家以后 也有很多话说 就然后也是一块看看电视之类的 打发一下 也在回家的这段时间 其实沟通也挺好的 他主要的就是 他不是感觉我跟他的沟通太少了 他是感觉 就是不放心 我在外边 我跟同事聊天 他可能遇到过 然后就是我跟人家笑了一下 或者人家跟我笑了一下 他都特别生气 都不行 但是在单位的时候 他就对我避嫌啊 他干嘛要去找其他女同事聊天呢 就是两人还只聊得 还能笑呵呵的 你是只在微信上聊得笑呵呵的 以前在单位 还是在单位里面对面的聊得笑呵呵的 在微信也聊 也跟人家点赞 然后面对面我也碰见过 你那么不放心 怎么还会嫁给他呢 因为他承诺过我呀 然后他现在 让我发现把柄了 我们在一块上班的时候 就什么事都没有 然后现在他在家 我在外边上班 他就不太烦心 我感觉以后 我们还会在不同的单位工作 如果他不能 把心思放得更宽一点 他还会一直怀疑 所以你认为他是小心眼 对 我认为他小心眼 而且定的这些小规矩 都不符合产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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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